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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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订阅 我总觉得 胸口被劈开会吓人的 手术有什么危险呢 医生 每个手术都有风险 况且您那么大的手术 中间是有可能产生并发症 但您放心 我们都会去避免 现在像您这个情况 只能做手术 人的心脏就跟车的引擎一样 你引擎坏了是不是得修 是 您现在的情况 您稍等会儿 您现在的情况呢 还不算太严重 就好像心脏的门帘被细菌给啃了 我还可以去修 花费也不会太大 不然到时候就得换 再拖下去换都换不了 我儿子明天要中考了 我怕我万一 不影响 如果现在接受手术的话 半个月就能出院了 你 林主任 你能不能给我那个 保守治疗 您现在的情况 保守治疗就是治标不治本 只会延误病情 你要么 给我换一种止疼药 是是 我跟你说话怎么你听不明白呢 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手术 别再抱有其他幻想了 手术 对不起啊 我刚才稍微有点急了 是这样 您现在情况 已经是很幸运了 做完手术就跟正常人一样 就安安心心把手术给做了 先保命 好吧 谢谢您啊 林主任 好嘞 麻烦您 行 再见 别想太多啊 我出去再跟您说换那个具体 下一个 目目唧唧的真的是 林主任 景阳景阳 怎么不好了 这几天吧 总觉得这心脏不舒服 早上起来的时候跳的 吐吐吐的 有时候打麻将的时候吧 也感觉心慌 这心好像就一抽一抽的 你这报告看上去都挺好啊 来 听一下 没什么事儿 挺好的 那我怎么总觉得是不舒服呢 麻将少打打 少熬夜 戒烟戒酒 健康生活 规律饮食就行了 那医生 我需不需要开点药 不用 下一个 下一个 医生 我在这儿等了半小时 你几句话把我打发 雷 又要不可以开一个 你没病我给你开什么药啊 不开药 我不白来了吗 那你来医院就未开药的呀 不开药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拿着挂号费 买几个滑子车我不行啊 行了 挂号费给你退了 少吃点盐 看不起谁呀 你什么态度 我投诉你 走开 请进 姜主任 您找我 来来来来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来来 喝茶 往前坐呀 来 尝尝 怎么样 好喝 我不是那你茶 我说来得科里啊 都适应了吗 还行 当医生吧 到哪儿都一样 看病开刀 没什么适应不适应的 对啊 姜主任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门诊 还是不太科学的 嗯 有些人他一有风吹草动 就认为自己心脏有问题 嗯 我建议我们可以搞一个分诊 把严重的和不严重的病人 给区分开了 嗯 然后严重的病人呢就可以先砍 不严重的 你也是副主任医师了 应该知道怎么和病人沟通 怎么第一次出诊 就让人给投诉了 那他自己没病 还非让我给他开药 他怎么没病啊 他不是那个感染性内膜营醉生物吗 他要手术的 他儿子明年中考是他吧 我儿子明年要中考了 我怕我万一 你 他投诉我什么呀 投诉你态度粗暴 说你好他 投诉就投诉吧 那他办入院了 都办好了 我会亲自给他手术的 那就好 对 江主任 他好像家庭的经济状况 不是特别好 您考虑一下手术方案 能省就省点 你放心吧 我给医务处的解释呢 是 你刚来 对这儿的情况不熟悉 急了点 说话声大了点 但是对于第一次这种投诉 我们课里决定 客头警告 下不为例 谢谢江主任 还有啊 要注意各客室之间的关系 你比如上次你和周啸峰 是吧 因为心脏中心刚成立 大家何为贵 凡事不要抢出头 我是对事不对人 我都是为你好 对了 刚才你说的那个提议是什么 接着说 从外医院确诊了二间半反应 找邻主任做什么数量 对对 病人来了吗 来了来了 黄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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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医生 我们是心脏中流 红温七十五标 老赵快 赵有一个红的 红的 老公 怎么还插队啊 怎么还插队啊 大家不都在合理吗 不要急嘛 人家呀是红色标签的 病的呀必有重 我们邻主任定的规矩 谁严重啊 谁先看 大家放心啊 肯定能不能看一下 我在这儿跟我上 谢谢 谢谢 好 阿姨 宝安 给我们加个专家号好吗 阿姨 林主任啊不加号的 您要挂号啊 您得提前到网上预约 您要是着急 您可以现场挂一个普通号 您先看看 那可不行 你看我老伴他疼的 快帮帮我们行吗 注意事啊 胸痛啊 他得赶紧去急诊呢 这胸痛疼心上了 他走不了路疼的 没事 记得来复查案啊 林主任 这老先生胸痛 大汉